我们出去了 快帮我们选择正确的交通欲吧 我看一看 我选这个 不行不能选这个 这个是摩托车 我们都不会开 是啊 你快再选一个 那我选这个 这个好 我喜欢这个 不行 这个不是给我们做的 怎么不是给我们做的 我就要做这个 那么你快把它拿下来吧 他们真是太笨了 什么都不认识 小朋友们 你们快告诉他们 这是什么车吧 什么 这是救护车 我不做了 不做了 大宝你快点选 我要上厕所 要憋不住了 我知道了 我到底要选择 哪个才是正确的 那里有个火车 大宝 选那个火车 快 我选火车 怎么回事 火车怎么不出来 我真的要憋不住了 笨蛋 我还没有颜色呢 等你们给我上完颜色之后 我才能出来 是这样啊 那大宝 你帮帮我们 给火车涂上颜色吧 求救你了 是啊 我们现在只能求你了 好 包在我身上 哥哥 快来帮忙 怎么了 大宝哥哥 快来帮我给火车上塑 瓜瓜 可不是我擅长的 我帮不了你 哦 哥哥 别走 你要是不帮我 你哥哥就不能回来了 原来是和我哥哥有关 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给火车上塑 火车皮 应该是红色的 不对 是蓝色的才对 不行 这样涂成红色 不行 我说蓝色就是蓝色 小朋友们 支持蓝色的 发一一 小朋友们 支持红色的 发二 看到了吗 发一一的小朋友最多 车皮 应该涂成蓝色 好 那我给车底涂成红色 我这头应该涂黑的 不对 这次要听我的 涂成灰色才好看 那 你涂上看看吧 看 多合适 那就灰色的脸吧 听你的了 头上的烟囱要听我的 涂成黑的 好了 完成 火车 我们快去帮助小雪小贝姐姐 没有轮胎啊 本蛋 没有轮胎 我怎么跑起来 不好意思 我太着急了 那给轮胎 涂成灰色 好了 我们走 我来了 你们看 我给火车涂完颜色了 大宝 别炫耀了 可让火车出来 带我们走吧 火车 你快出来吧 好啊 现在还有最后一步 你们要是能叫出我的名字 我就送你们回家 你叫 你叫小兰 你才叫小兰 你全家都是小兰 小火车 你别生气了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 这个火车叫什么名字吗 快翻送给我吧 哼 我知道了 你叫胖总管 没错 胖总管就是我 我就是胖总管 真好笑这个名字 等一下 我就不出来了 不笑了 你快出来带我们回家吧 来了 我们要回家了 大宝 谢谢你 点赞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我要把小雪的雪子拿过来 小雪变成了小 大宝变成了大雪宝 不行不好听 我要把大子给小 我不要叫大雪 好难听啊 我现在叫雪宝 好听吧 雪宝 你快把雪子还给大小 小辈姐姐 你的辈子不错 我也要了 这个看起来不错 我要把雪子拿过来 学兄们也不好听 我要把妹子给想 学兄 这个名字怎么怪怪的 大家快把名字还给我 就是 快点还给我嘛 就不敢 怎么办 小妹姐姐 我不想要这个名字 我们再去找别人换一个 我头上是大小 我要把大子给西娜 要西娜的西子 小西还不错嘛 你们干人嘛 我不要叫大娜 那我来帮帮你 我把你的娜子拿走 把妹子给你 我不要叫大妹 大妹 大妹子 可恶 我要把妹子给你 我要你的王子 黑暗魔妹 这什么破名字 我不要 我现在叫大王 好威风 黑暗魔妹 不行 我也要换名字 喂 你们别走啊 我要和你们换名字 他们跑得好快啊 黑暗魔妹 你的名字也太逗了吧 笑什么 反正也要换名字 那我就给你们换 什么 我不要 我的宝贝这么好听 我也不要 你的名字里没有我喜欢的字 黑暗魔妹 你拦着我干什么 不要再叫我这个名字 我要把妹子给你 把你的熊子拿过来 黑暗魔熊 虽然没有我原来的名字霸气 但是黑暗魔熊 总比黑暗魔妹好听 我的妹子又回来了 其实雪妹也挺好听的 你怎么变成大王了 当然是换的名字了 那我要用妹子换你的王子 我不要变成大妹 雪王 你快换回来 我不要 雪王也好听 气死我了 我要去找妈妈 魔女之力 我的宝贝怎么没了 卡丽阿姨 你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名字变回来 名字是你们的爸爸妈妈给你们的 是你们独一无二的标记 你们怎么可以换来换去 一点都不遵守自己的名字 卡丽阿姨 我们错了 妈妈 我也错了 我不应该换名字的 这错能改就是好孩子 你们以后可不许这样了 我们错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小朋友喜欢这个故事吗 快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吧 我们下次再见 转盘版国家家 开始 我转 我当妈妈 我转 我当爸爸 什么 小雪你是女孩子 不能当爸爸 我们玩的国家家 为什么不可以 好吧 那我就当孩子好了 我转 什么 怎么是小狗 大宝 你就是大倒霉了 不行 我不玩了 不可以大宝 游戏开始了就不能停止 那好吧 我转 太好了 我当孩子 现在大家已经有了自己的角色 就开始游戏吧 好的 爸爸 我饿了 可是我不会做饭 我我也饿了 别着急 妈妈来给你们做饭 太好了 我来给你们做一个披萨 我儿子 太饱了 我喜欢吃披萨 先拿出一张饼 放上饼干 再放上水果 放上辣椒 还有苦瓜 就可以放进烤箱了 哦 怎么还有苦瓜 我不喜欢吃苦瓜 我是妈妈 放什么我说了算 那好吧 好了 这是什么啊 妈妈 这就是给你们做的披萨呀 什么披萨 这明明就是黑暗料理 我再不要吃呢 大宝 你只是太过分了 你们爱吃不吃吧 好饿呀 我也好饿 做的披萨根本就不能吃 这个怎么办啊 大宝 我们去踢足球玩好了 走呀 随便大宝 你们干嘛呢 爸爸 我们要去踢足球 你和我们一起吧 好呀 我们走吧 大宝 接球 我准备搞了 我接 太搞了 我接到了 大宝 你真是太厉害了 爸爸 接球 好的 你没接吧 我没事 刚刚就是意外 我们再来一次 接球 我接 这么好的球 你都没接到 再来一次 这次我一定能接到 好吧 我接 我接 你就是大笨了 我妈妈才被你这么笨的 我不玩了 一点都不好玩 那我也先走了 我不是故意的 怎么办 这题好难呀 很好我的角色是小狗 小狗不用先作业 看来 等小狗也挺好的 爸爸妈妈 你们是来帮助我 完成作业的吗 让我来看看 四成五等于多少 等于 等于 等于多少呀 等于 我也不会 好 就这还说 你是我妈妈呢 那我来看看 四成五等于二十 哇 三 你这是太厉害了 那小狗这道题呢 十二成一三等于多少 十二成一三 我不会这个 哇 这个怎么办啊 怎么样大家 国家家游戏好玩吗 不好玩 我再也不想当孩子了 我也不想当妈妈了 我们也是 那好吧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玩国家家的游戏吗 快在评论区里告诉你 啊 别人走我们的衣服 小学小背球妹 你们怎么还在洗澡不去上课 小学 我们没有衣服穿出不去 快帮帮我们吧 天呐 大家可以帮我一起 找回小雪他们的衣服吗 年轻二十 小雪的衣服在操场 快来找我吧 是谁发的消息 小雪的衣服 真的在操场吗 找到正确的小雪衣服 我先来找裙子 小雪的裙子是蓝色 两样的蓝色裙子 到底是哪个 大家知道吗 知道的话 就快发送编号告诉我吧 这么多衣衣 那我就选这个了 接下来是蝴蝶结 黄色绿色红色 当然是红色了 最后是鞋子 应该是蓝色的吧 感觉看起来怪怪的 这是红色的 也有点奇怪 小雪的鞋子到底是什么颜色的 不管了 选红色的 我选好了 恭喜你 可以拿回小雪的衣服了 熊妹和小背的衣服在哪里 他们的衣服在教室 这次想找回他们的衣服 可是非常难的哦 那我自己一个人肯定不行的 我赶紧回去找小雪帮忙 小雪 我拿到你的衣服了 快穿 我穿 老师 我们的衣服呢 你们的衣服还没找到 你们放心 老师一定会把你们的衣服找回来的 小雪 快跟我走 好的 找衣服 拼人物 拼对人物 就可以拿回衣服 我看到了小背的裙子 老师 这一轮我们先来拼小背吧 可以 小背的上衣 是棕褐色带黄色蝴蝶结 黄色裙子 黄色鞋子都是小背的 这里还有小背的发型 我选 搭配完成 我怎么感觉 还缺了点什么 大家知道缺少了什么吗 是贝壳发卡 我选 我们拼完了 正确 你们可以拿回小背的衣服了 继续 接下来 我们来拼熊妹 可是 我只看到了熊妹的熊熊头套 其他的都没看到啊 我也没找到熊妹的其他物品 不过我看到了小魔女希娜的帽子和魔法色吧 难道 这一轮让我们拼的是希娜 有可能 我们来拼拼看 紫色的魔法帽 金黄色的头发 紫色的魔女躲篷和衣服 再加上一双紫色的鞋子 搭配完成 小学老师 你们真厉害 小美和小背的衣服还给你们 希娜 那一定是这个神秘人拿走了我们的衣服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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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太好玩了 其实啊 我就是那个神秘人 下次 我还要拯动小学他们 不过 这个神秘人到底是谁呢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就快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谢谢你们了 发作业 不是发作业吗 给我们刮刮卡干什么 刮 哎 是别写作业一天 你们每天的作业 有刮刮卡决定 刮出多少就写多少 要是能刮出永远没有写作业就好了 我也刮 怎么是作业五份啊 如果你们刮出超级作业卷 就可以永远不写作业 这有意思 小朋友们想要作业刮刮卡吗 超级作业卷有两种 刮到黑色的可以永远不写作业 刮到金色的就要永远写作业了 小朋友们可不要告诉他们哦 刮 是十份作业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看我的 作业三份 真可惜不是超级作业卷 除了大宝刮出免写作业一天 我们刮出的都是要写很多作业 炎泽老师不是骗我们的吧 难道刮刮卡里面没有免写作业了 我有办法知道 每一张刮刮卡里面有免写作业了 什么办法 跟我来 这是希娜借给我们的真相方大镜 有了她 将能看到刮刮卡里面写了什么 作业一百份 这张可不能刮 是免写作业三天 这张要留下 太好了 是超级作业卷 小雪 看看还有没有 我们一人一张 是第二张超级作业卷 第三张超级作业卷 快嘎卡 我们再也不用写作业了 你们刮到金色超级作业卷 从今天起 要永远写作业 炎泽老师 你不是说刮到超级作业卷 就可以永远不写作业吗 我忘了告诉你们 超级作业卷 有金色和黑色 金色的是永远写作业 黑色的才是永远不写作业 怎么会这样 我们还有一张免写作业三天 我刮 炎泽老师 你看 好吧 小妹三天后开始写作业 小雪大宝现在就要开始写作业 不要 我一定要找到黑色超级作业卷 让大家都不用写作业 怎么办 所有的刮刮卡我都找过了 没有黑色超级作业卷 小贝 你不认真听讲在想什么 炎泽老师 你给我们的刮刮卡里 真的有黑色超级作业卷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小雪大宝为什么没来上课 小雪和大宝不是被你带走写作业了吗 我可没有 我之前去别的学校讲课才刚回来 难道给我们发高刮卡的 不是真正的炎泽老师 小朋友们知道他是谁吗 小朋友们都说是黑眼魔王 我们快去找他 有小雪大宝帮我写作业 我就永远不用写作业了 黑眼魔王 快把小雪大宝放出来 被你们发现了 不过你们找到黑色超级作业卷了吗 如果没有找到 还是要帮我写作业 你给我们的刮刮卡里 根本没有黑色超级作业卷 那是你没有发现 想到了 让我试试 这不是作业一百份吗 我再管 居然被你想到了 原来是这样 每张刮刮卡都有第三层 擦掉第二层的作业 就会出现黑色超级作业卷 好吧 我让小雪大宝回家 哎呀魔王 你居然让别人替你写作业 啊 我知道错了 爸爸 别生气 啊 终于解决了 我以后再也不想玩逛逛卡了 我以后再也不想玩逛逛卡了 她是什么人替我